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花生人人都爱吃,很多人喜欢把花生当作下韭菜或零食吃 其实,花生并不算是普通的零食 将花生拿去水煮或增着吃的话,能够保留住它更多的营养价值 对身体健康有很多好处 花生有很多神奇的健康疗效 因此它也被人们誉为藏生果和素中滋荤 中医认为,花生性贫胃肝,乳皮,肺筋 有浮胀补虚,饧皮和胃,润肺化痰,沥水消肿,止血生乳的作用 花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鸭油酸,烟酸,卵磷子和蛋白氨基酸等重要成分 价格低廉,是性价比很高的坚果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经常使用花生对健康有哪些神奇疗效吧 功效一,对抗老化 花生一中富含大量的多分类物质 如白黎卤醇,而茶素及原花色素等 这些多分类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多分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可以清除人体产生的自由基 延缓肌肤衰老 还能抑制胶原蛋白的分解 起到预防皂纹产生的作用 功效二,改善贫血 中医认为花生有很好的补血作用 它补血的功效主要来自于它那层红色的外衣 就是这层外衣 经常使用花生能促进血小板生成 并提高血小板的质量 尤其是处于精妻、孕妻、产后和哺乳妻的女性 自血和消化营养较多 花生亦能帮助她们养血和补血 功效三,生发、乌发 花生是很好的做生发食物 经常适量使用花生 对生发和乌发有一定的功效 可以起到养血的作用 而且也可以起到养发、乌发的作用 适合经常脱发的人群使用 这是因为中医认为脱发和白发 是因为血亏和血虚所导致的 使得头发得不到滋养 而之前有提到 适量吃花生有补血和养血的作用 因此能帮助促进头发健康的生长 最后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虽然花生营养价值高 但是有些人不适合食用花生 痛风患者 胆囊切除者 皮肤油脂分泌旺盛 逆长青春痘的人 血粘度高或有血酸的人 都不宜食用花生 对花生过敏的人也绝对不能吃花生 不然可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发霉和过期的花生绝对不能吃 还有吃起来发苦的花生 要立即将它吐掉 这是因为发霉的花生里面 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属于一级的致癌物质 对人体有害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